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到這個星期的新桑海神州 又是我桑普和大家見面 旁邊又是我的拍檔傑斯 嗨桑普 你好 大家好 又一個星期了 新桑海神州又來到了 這個星期我們講的當然就看好這個題目 就是關於這個在台灣 賴清德總統出席中華民國113年 2024年113年的國慶演說 國慶當然照例有很多人會參加 今年和去年不同 去年你知道國民黨那些人 拉大隊走人 不管的 去年蔡英文在做總統的時候 今年的話 因為立法院就是由韓國瑜做了院長 當然它是負責國慶的籌備 無論由晚會到這一場這樣的活動 它都是主角 在這樣的情況下 國民黨的全員出動 這個韓國瑜來當這個主要的這個話事人 自然就會出動 給它很多機會揮灑治癒 當然我們等一下會講到他們之間的 賴清德和韓國瑜之間的 怎麼去溝通啊 這些什麼的事情 但是這一場這樣的重點呢 其實大家都放在 賴清德總統的演說上面 他的演說 中國經常說 講講話 我很討厭講話這個字 講什麼話 演說 OK 演說裡面呢 就是有很重要的一些訊息傳達給大家聽 那我想都跟大家跟大家分析一下 就是我們會講到 整場的這個感覺是有什麼重點 還有有什麼東西可以跟大家分享 尤其是承接著之前講過的祖國論 那我有什麼看法呢 也會等一下會跟大家講到 那我就整理了八點跟大家講的 那之後給傑斯去評論一下 好的 這些問題 那他的八點就是這個演說裡面的八個重點 簡單講 一 承認中華民國113年的歷史 包括武昌起義 推翻抵制 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就是說 奴記中華民國75年前 守住台澎金馬抵抗中共 第三點就是珍惜45年前 美麗島事件為民主自由奮鬥的 台灣先賤 先設先賤 那這個是民進黨的基本上的一個精神 第四點就是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遞熟 又再講一次了 就是蔡英文講過 乃千德520的時候講過 現在繼續講了 第五點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無權代表台澎金馬2300多萬人 就是說這個是中國對我們沒有代表權 對台灣沒有代表權 第六點 直接稱呼對外是中國 不再它後面的行運裡面 都是講中國 界定兩岸是兩個不同的國家 就是我們就是中華民國 他們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第七點就是對內競爭 對外團結 就是我們說對內是人民內部矛盾 對外是敵人矛盾 對外是敵人矛盾 這一點是重要 同時候 國家利益高於政黨利益 政黨利益不得凌駕於人民 那麼第八點 最主要的一點就是 不管中華民國台灣 都是我們國家的名稱 結論就是說 兩岸要和平對等 台灣要民主自由 那麼當然啦 你說要回應這八點 那麼韓國瑜呢 又說 中國就是我們的國 台灣就是我們的家 中華文化就是我們的根 自由民主就是我們的寶 那麼就講這些說話 那麼我當然不是中華文化 我們是根的說話 我認識了韓國瑜這麼久 雖然他不認識我 我認識了他這麼久 我覺得最有水平是這次 插你一句 一會兒讓你再說 這個真是有趣 他們所謂的何事呢 就在我們分析一下 他講這幾句說話 那麼你當然啦 中華文化是我們的國 沒有人會否定這一點 台灣是我們的家 沒有人會否定這一點 然後中華文化是我們的根 我是對這件事情 我是對這一句特別有這個質疑 不是 其實你問我 我忍不住 我真的要說 不是要質疑他對還是不對 不是他講他一定是對 但是我覺得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 韓國瑜終於說回人話嘛 還有他代表著國民黨嘛 如果我想提 我想強調一點的就是 這個是由賴清德逼出來的嘛 因為他們感覺到那個神主牌的危機 那個危機感終於出來嘛 喂大哥 如果沒有賴清德逼出來的話 蘇普 韓國瑜國民黨 以往在雙十或者港親兩岸 最重要的就是照顧對岸的感受嘛 你看回韓國瑜昨天的那個演說 幾乎完全是沒有提兩岸 哇 是史無前例的 除了這四句真言之外 每一段他講到幾感動啊 他說這一百一十三年的鮮烈怎樣的拼搏 或者還有呢 從來舉起一支清天白日滿地紅旗 都是很困難 喂這些東西不是 不是這幫國民黨的人 在這十幾二十年都差不多 從來沒有說過這些東西 所以我想說的就是民主的可貴啊 你不要理這個人當然是奸人啊 我沒有說他良心發言 但是民主的老闆是人民啊 他現在感到神主牌受到威脅的時候 喂大哥石堅都變黃飛鴻啊現在大哥 所以我讚他啊 我真的舉起手指公讚他 但是不要忘記 第一個功勞就是在賴清德那裡 因為由賴清德逼他們出來的嘛 這幫國民黨現在就說 現在就在講中華民國了 你看回對賽那幾年 有哪一年講中華民國啊 或者就是忽然中華民國的嘛 每一年三百六十五日 只有那一兩日兩三日 甚至一個星期是中華民國的嘛 餘下的日子都是中華人民國和國的啦 是不是呢? 我就知道你說的是什麼意思 但是我會覺得我會有一些 就是怎麼說呢 我不是不認同這件事情 我只是說賴清德是不是逼了他出來 去到這個所謂中間路線呢 就是這個中華民國台灣路線呢 Well let's see 因為呢 這間好戲說你知道哪一個地方 就是在星期五今天發生的事情來的 就是說呢 和解法 什麼叫和解法呢? 因為賴清德找了這個行政院長 蔡榮泰和這個韓國瑜 就是他們兩方面呢 因為現在國民黨擋了總預算嘛 整個政府的總預算擋了 於是乎行政院長蔡榮泰和這個韓國瑜 就是立法院長韓國瑜呢 就是有一間餐廳裡呢 就是四四六六拆掉它 那麽現在就吹一個和風就是怎樣去做 那麽當然啦 國民黨黨總預算的目的就是 希望私自開大口講出一些教 那麽看一下究竟你是不是真的想 真真正正好像民主政治一樣 大家互相聊聊天 是不是?講一下數 交換一下利益 抑或呢 他想多掀你一盒 那這件事情的話 你講這一幕精彩啊 你真的非常精彩啊 因為還沒講到後著 還有怎樣擺平王國昌他們那邊 出賣韓國瑜將會出賣王國昌 那我就看他們怎麽辦 就是這次就是這三個黨團都有人去的 就是這個和解藩 藍、白、綠都有人去的 那你是不是只是為了這種和解藩呢 當然啦 韓國瑜這樣的態度 不是只是為了和解藩 你說它是不是共產黨受益它 或者說它是背叛共產黨去講這些說話 你說國台辦沒有給顏色給國民黨看才是奇的 我想國台辦在一定程度上默許了 或者應許了這件這樣的事的 就是說國民黨向這個這樣的地方來講 什麼中華民國是我們的國 這個台灣是我們的家 我們的這些東西 其實這些東西它以前講過的 今時今日不是它第一天講的 你想想那四句說話 中華民國是我們的國 這個台灣是我們的家 中華民法是我們的家 民主自由是我們的保 我覺得以前它參選的時候 是類似說過類似的話 就是它參選總統的時候 說過類似的話 我只是說它這些舊事重提或者這樣做法 甚至是全黨人來希望參加這個 雙十國慶的這個活動 它的目的是什麼呢 就是說 那你第一我做大哥 我立法院長了 那我基本上主持國慶 大家來 我有面子 大家有面子 但是我控制了整個場地的佈置 所有的logo的設計 都是我開電梯的 當然我會在他們現場 唯一在不在現場是誰呢 就是馬匪英九 就是這個中國 中華民國的前總統 馬英九說我不在這裏 我出席了國民黨裏面的成績 不要再叫他做總統了 他自己可能都不承認他自己是總統了 OK 前總統了 是 那個前總統 他當然不是總統 前總統這個馬匪英九 那他是前總統 那馬匪英九的話 那很清楚了 這個人他說 賴清德根本就是祖國論 就是叫做新兩國論 接著現在你看看 中華人民共和國與中華民國互不隸屬 就是新兩國論 這一點是絕對不能接受的 嘩 這樣都可以 那如果你這樣講 是不是等於有互相隸屬的關係呢? 那你如果互相隸屬 哪個隸屬哪個呢? 你不去就因為生氣這句話 認為這句話不對 那哪個地方不對呢? 我瞎大小眼看 中華民國為什麼遞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又怎麼遞屬於中華民國呢? 在哪個地方 哪個地方也文竟有這麼寫呢? 如果你堅持看策不兩立 中華人民共和國絕對不能夠承認的 你往往派的人去中國做什麼? 天天去中國港民路做什麼? 是嗎? 就是你擺明是說給我們知道 中華民國遞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 所以你馬匪英九你收皮了 我試一下這樣理解一下馬匪英九說什麼 馬匪英九可能他講的就是什麼? 他說他強調賴清德是麻煩製造者 我懂得到的意思就是什麼? 他其實整個主調都是跟足國台辦的 如果新兩國論其實我沒有記錯的話 好像是由國台辦先說的 或者我記錯了 沒錯 他主調其實就不是跟你說內容 那些什麼是隸屬不隸屬 他現在不跟你討論 我懂得看看桑普你跟不同意 馬匪英九他講的就是 李賴清德是一個麻煩製造者 你最好講小句 你說什麼你都是拿著火頭的了 都是會挑起觸動到對岸的神經 那你現在最麻煩就是這件事 你最好就講小一點 那你說什麼你都是錯的了 就是這樣 因為我老闆是習近平的 我講過我們是聽習近平說話的 是不是呢? 今年年初的時候他講過 那所以他當然要做給這個 就是對岸看 做給北京看 那我不去 你說是否因為他講 是否因為賴清德講了新兩國論呢? 我覺得就沒有什麼關係的 我覺得是否是 馬英九10號早上都會找個理由出來 不去的了 他都不是第一次的了 大哥 就是這樣 是啊 是啊 他這個人根本上已經變成共產黨的一個走狗了 如果你說是台奸的話 就是稱之毫不為過 這個人基本上 我會覺得他當然了 我不會批評他整容這些東西 就是這些他的問題 但是我會說 今天馬匪英九所講的所有的話 其實是做什麼? 做中國代理人的角色 是啊 是啊 陳彬華 國台版發言人 搞得洋洋灑灑 其實他很有趣的 這幫這樣的人 開始 他應對的情況 我發覺很奇怪 就是我會講到 叫做賴清德信三步 停一步 就是講的 由9月1號一直到最近的祖國論 國台辦的回應 都每次慢很多的 一開始講愛媛條約論的時候 他直接不回應 去到祖國論 我記得隔了三天才回應 這次呢 三至五天 三至五天 三至五天才回應 是 跟著這一次呢 就早點了 但是這個我想已經炮製好了 因為這份 我肯定這份所謂的雙十演說 肯定是早已經給了美國 給了中國的 就是打定下的 不用看外交部都回應到 所以基本上他早已經寫好了這三頁的東西 並不是說 聽完這個賴清德的演講之後 才開始寫 不是 早已經收到一份稿的底稿 之後就開始寫這三頁的新聞稿回應 這個回應就是說 賴清德在講話中 繼續鼓吹互不隸屬的新兩國論 編造台獨謀論 宣揚分裂主張 煽動兩岸敵意 加劇這個兩岸局勢破壞穩定 他說這個做法完全錯的 他說呢 共產黨的邏輯 就說自從賴清德今天就是由113年 就是民國113年 就是2024年 就是前1911年 不是1911年 中華民國1912年 1月1日成合的 2月12日 中華民國生日 這個中華民國 真是成立的地方 民國元年 民國元年 應該是1912年的1月1日 OK 1911年的10月10日 那當然就是新海革命 新海革命 紀念新海革命 應該只變成了國慶的意思 但是真正中華民國生日 應該是1月1日的 就是如果拿正來講 就是這樣做 那你說陳彬華怎麼說呢 1840年鴉片戰爭之後 你閉嘴吧 1841至42年鴉片戰爭 1840年鴉片戰爭之後 為戰勝外國侵略 爭取民族解放 實現國家統一 中華兒女前故後繼 進行了可歌可歌的鬥爭 孫中申先生率先發出 振興中華緊立喊 再拘除達老 包括你共匪 另外就是 領導新海革命取得成功 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探索道路 台灣自古就是中國的神聖領土 近代曾被外國侵略勢力侵佔 台灣民眾受盡其苦 跟著話方一轉 就是突然之間說台灣 又突然之間自古以來 他突然之間說 1945年中華人民 中國人民取得抗日戰爭的偉大勝利 台灣隨之光復 1949年由於中國內戰延續 以及外部勢力干預 海峽兩岸長期陷於這個政治對立的特殊狀態 是台灣始終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 台灣同胞始終是中華民族的一份子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 始終是代表著 包括台灣在內的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 中國始終是全體中華而來的偉大祖國 堅持一個中國原則 始終是國際社會的普遍共識 這個就是它的論述 這個就是荒謬到不得了 夠不夠時間講 最緊要 這個要拆它這些垃圾的東西 有很多人繼續煽動這些垃圾的東西出來 傑斯來說 很多的角度 我想說其實是重要的 我覺得接下來我想先講一個前提 前提就是你看到賴清德是主動地把中華民國重現出來 我想說最重要的一點 最重要一點 演說要帶出來的訊息 賴清德要帶出來的訊息就是 它要告訴台灣人甚至世界 今天中華民國是存在的 然後其實你已經看到賴清德在未來 它可能連任 足足會有八年的任期 我告訴你 放長雙眼看 賭什麼都可以 它一定會是從法理台灣那裡 會做很多的功夫 你看到 1813年的中華民國是中國人的祖國 這個已經是小事牛刀 跟著下去要講的就是法理台灣 然後我才回應這個就是 其實是有 美國佬是有角色在這裡的 如果你說1945年的台灣 我自己的看法是什麼呢 1945年的台灣其實 美國是做錯了一點點的 先要講 你中產黨就經常講國際法 就跟你講國際法 國際法有佔領的定義 和有侵略的定義 在二戰或者 很多東西 你一定要講美國 為什麼要講美國呢 美國在世界上很多的紛爭 他就像這個世界警察那樣的 由19世紀他已經開始 包括他自己的獨立 加利福尼亞州19世紀 他本身加利福尼亞州 已經是墨西哥的領導 墨美墨的戰爭 之後 要有和平的條約 有和平條約之後 美國打贏了一旦戰爭 然後他軍事佔領了 然後更加加利福尼亞州 有軍事的政府 都不代表他 不代表加利福尼亞州 是美國的主權 美國有主權在加利福尼亞州的 加利福尼亞要去到的就是 要由人民去決定 就是墨西哥宣佈投降 然後人民去決定 然後人民要有一個 要有一個 要有一個 屬於人民的政府出來 然後他們去公投 然後他們決定加入聯邦 然後加利福尼亞州 才成為美國的一部分 我為什麼要說加利福尼亞州呢 因為跟著還有的就是 譬如19世紀做古巴 大家很多人忘記了 美國都曾經佔領過古巴的 但是是軍事佔領 也都在和平條約那裡 後裏美國是承認 所以他們都會交給古巴人 去管理古巴 再說的就是去到二戰了 二戰跟台灣同期的 就有琉球 但琉球跟台灣有一個很大的分別是什麼呢 美國打贏太平洋戰爭之後 也都是軍事佔領 甚至在台灣 琉球都有形成一個 一個軍事的政府 但是琉球要去到 記不記得? 琉球要去到由1945年 一直去到72年 他才交回給日本的 包括釣魚台 所以補釣運動是70年代才開始的 為什麼呢? 因為那個漫長的過程 美國佬要認定 日本他是戰敗國 他要形成一個屬於人民的政府 一定有一個定義的 那些在國際法要符合標準 然後他才叫做交回給你 這個就是美國退場 甚至拜登的阿富汗 都是用這種邏輯 不過他退得不好看了 但是台灣有一個問題是什麼呢? 台灣有一個最大的分別就是 他是日本殖民地的時候 二戰日本投降了 美國只是短暫佔領過台灣 為什麼? 因為他覺得那個屬於中國 當時的中華民國 而中華民國是戰勝國 國民黨那時候是美國佬的自己人 美國佬是做錯了 那裡可能有一個小錯 就是說他沒有去立即判斷 那個是否屬於一個人民的政府 當時那個絕對是一個極權的國民黨 一黨專政的政府 但是美國佬是交回台灣給他 所以才引發到這件事情 所以你中華人民共和國 這個過程裡面 完全是沒有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角色的 而你中華人民共和國 你說今天他屬於我的領土 你浪費了 大哥 你那個政權的轉移 是靠武力奪取的 你記不記得共產黨經常說的 叫做解放台灣 喂他49年呢 毛澤東就說解放上海 解放北平 解放這裡 喂他那個解放其實是他自己說的 那個解放其實某程度上說 是一個武力奪權來的 沒有人民認受 甚至是一個侵略來的 那個內戰 這個一定要搞清楚這些邏輯 所以他講的解放台灣 是完全是不符合這個國際法的 他要解釋清楚的就是 他怎樣去合法繼承 中華民國的政權先 而今天賴清德說的就是說 中華民國沒有滅亡 提醒大家 中華民國仍然在這裡 中華民國在台灣 OK 今天再說 再升高一件事告訴你 中華民國就是中國人的祖國 因為我們是老過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 OK 所以我告訴你 說著這麼多 有時間說 但是這個法理 將會在未來 我覺得在賴清德的引領之下 是他主動會說出來的 我想說多一會兒 對不起 給我再說一會兒 他講的 什麼新兩國論這些 這些 國台辦 或者共產黨 告訴你 你看看他在演說裡 簡簡單單就是說了一句 那句 就是他有很多金句 但是他最最最最 金句之中的金句就是 中華人民共和國 無權代表台灣人民 講完 他是嘗試用一個很簡單的方式 去講給世界 或者還有釋出這個信息給台灣人 喂大哥 以前 你說陳水扁 陳水扁講過的 陳水扁一邊一國 或者就是九十年代李登輝 兩國論 現在是新兩國論 舊的兩國論 舊的兩國論都沒有人記得 那兩國論其實就是要頂住 共產黨講的一國兩制 台灣一國兩制 然後李登輝就拋兩國論出來 但是無論兩國論 一邊一國 虛無飄渺 很含蓄 留有很多空間給大家去討論 有沒有怎樣解釋用神 今天賴清德告訴你 不用 我很清楚告訴大家 中華人民共和國 無權代表台灣人民 然後他會用法理台 用法理的方向 會一路一路去強迫這件事 所以我覺得最後 講多一句就是 最重要最重要的信息 賴清德的演說做 就是帶出來 告訴所有人 喂 今天中華民國還在這 這個就是最重要的信息 我聽明白你的說法 就是我都知道你說的 我查一查這件事給大家聽 給我一些完整的時間給我 查一查這件事給大家聽 這是重要的 第一 他說自古以來 台灣自古以來 共產黨說 台灣自古以來是中國的神聖領土 Sorry 第一 台灣其實真的 中國切願去治理 只有十年時間 1885至1895年 劉銘存 除了這段時間之外 不好意思 自古以來都不是中國領土 你說明正時期 鄭成功 什麼鄭之龍 鄭之龍 鄭之龍他父親 鄭成功 其實那些 是不是中國的征服 當然不是 荷蘭不是 西班牙 普通 荷蘭 一直到日本都不是 你說清朝是唯一的時間 康熙大帝已經是征服了 私囊 打台灣 第幾月打完之後 是沒有真正的治理的 1895年離開的時候 他說 就是 鳥不語花不香 藍無情侶無異 慈禧太后講 台灣的人就是這樣 那我請請問你 中國滿清的 當時是怎麼看台灣 鳥不語花不香 藍無情侶無異 對不對?還是你的領土嗎? No 是不是? 所以我就說 去到最後 真真正正被中國 中國第二次的 這個所謂的 這個做法 1945 開始的 就是說 中華民國政府 就開始 對台灣行使主權 但是 我會說 有一張說法 就像傑斯這樣的說法 就叫做中華民國派說法 什麼叫做中華民國派說法呢? 就是說 113大於75 中華民國老於中華人民共和國 現在中華民國是延續回 1912年1月1日創立的中華民國 一直到現在 而現在來說 中華民國是還沒死的 你不要告訴我 國家繼承關係 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 只不過是佔領區 只是它分裂了中國 這個就是基本的框架的論述 所以 You shut up PRC You shut up You are the one segregating China 因為中華民國始終沒有滅亡 沒有國家繼承關係 不是南京那個牌匾 寫1912至1949 中華民國 No OK 這個就是一種說法 這個論述有它自己的邏輯 但是這個邏輯的話 有一個大的問題就是說 你為什麼不剿滅共匪 反攻大陸 這個就是中華民國派的說法 也就是國民黨的神主派 就是剛剛傑斯講的這一點 就是說你為什麼 喂 你面對這個地方 那你就講清楚了 你不要整個馬英九啊 連戰啊 那幫人在那裡跪啊 你跪什麼啊 在裡面就是跟你說 哎呀不要再講這些了 一宗各表 各什麼表 神經病 今天你就是 他就是混亂團體 你有什麼各表的空間啊 所以誰支持九二共識 他們全部都出賣自己國家的 這個就是中華民國派的基本論述 OK 台派的論述是什麼呢 台派的論述是基本是這樣的 陳彬華第一句話怎麼說 他說1945年 中華民國取得抗日戰爭的 中國人民取得抗日戰爭的偉大勝利 台灣隨之光復 基本上任何的條約 剛剛傑斯都講到差不多這個點了 就是什麼呢 當你戰敗的時候 要簽和約的嘛 和約才決定一切 你和約簽定 究竟你是不是 美國是不是看你一個民主自由社會 是另一件事情 不同的國家也不怕處理 另一段條約都是和約 是的 你要簽和約 那今天你有沒有簽和約呢? 沒有 1945年 蔣介石是以盟軍 就是盟軍的代表 戰勝國 戰勝國 Allies 的盟軍的代表身份 就是戰勝國就派了一個 就是代表來接收台灣 它是代表戰勝國去接收台灣 不是代表中華民國接收台灣的 這裡搞清楚 這是很關鍵的一點 你說你打橫來講 中華民國的國旗插在一個地方裡 這是後話 但是你沒有國際法律基礎的 後來1947年發生這個228事件 大家知道什麼事情 就是屠殺那方面的事情 清除精英 鋪平後路 大陸整個中國陷落 之後整個軍隊撤離台灣 但是到那個時候 有沒有任何的和約呢? 沒有 1951年有這個所謂的舊金山和約 舊金山和約 中國不是一個簽約國之一 它只是說什麼呢? 就是說日本就把這個台灣 釋放出來 OK? 沒有說交給中國 沒有說交給中華民國 也沒有交給中華民國 它只是說釋放出來 今天產生了一個大的論述 就是台灣主權地位 未定論 這個就是台灣屬於誰呢? 是一個大問題 當時很多國家覺得中華民國代表中國 英國當時已經和中華人民共和國 建交另一件事了 大部分的國家都認為中華民國代表中國 但是依然沒有確定中華民國擁有台灣的 即使後來的所謂中日和約 就是中華民國 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中華民國和日本簽的和約 都其實是沒有說到台灣的地位歸屬的 在這麼多的這個歷史的文件裏面 你要說清楚說明白 誰打誰呢? 美國、日本都說得很清楚了 就是你會看到70年代 很多日本發生的安保鬥爭 安保事件就涉及到 究竟那個主權地位怎樣的問題 比如琉球、沖繩的地位怎樣處理這個問題 是的 那這些地方我們看到是和約的 但是中國是沒有的 沒有的情況就衍生了一個大問題 就是說 中華民國這個外來政權 對於台灣來說 究竟我們怎樣去看待這個政權呢? 產生一個就是說 你根本上沒有任何的國際法律地位 來說這件事 你事實上在統治這個地方 但是你是不是有人民的主權呢? 一直的爭論去到1996年 真是中華民國有真正的民選總統 九二年 之前兩年 竟然四年 有這個國會的直選 之後才慢慢呢 大家就不再介意這個問題 但是始終呢 中華民國就好像一塊沙布 就是我的腳有個地方 我的肌肉 這個就是台灣 中華民國是一個政府 貼在這個地方 貼得實實 一直去到1996年才親身這個黏貼力 使得這個人民的主權 就是民主的主權 可以確立 國家的建構開始形成 這個形成的話 就是民主國家的建構形成 這個民主國家的建構形成 就形成了中華民國現在台灣的體制 但是很畸形的 既然的地方就是中華民國的憲法第四條 講明固有姜域是秋海棠 憲法增修條文第四條第五項 講明就說 變更現在的領土 是需要說出席不知四分之一 接著出席四分之三的議員 有四分之三的人投票 接著交給全民 全部的選民過半數通過才行 基本上是沒有可能的 就是除非你極端的情況而已 變成很難改變現有的板塊 憲法之外加過兩岸條例 港澳條例 為什麼台灣給這麼多香港人移民 而說真的對外國人移民 對中國人移民似得很嚴謹的 香港人是開一個大口的 他說裡面很多爭議 或者不是很公平 另一件事 但是他真的很寬鬆對香港 為什麼 因為港澳條例和兩岸條例分立 香港屬於港澳條例 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覺得香港是中華民國的一部分 除了這件事之外 說不出另一個原因 為什麼會這樣說 找不到另一個理由 是一個美巴 是一個美巴 就是我們怎麼說 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 互不隸屬 如果這個美巴不清除 始終是一個邏輯上很難說得通的東西 我不會承認說 你邏輯上完全 我不會說你邏輯上完全搞通 才可以做政治 就是我們做政論的 我可以這麼說 但是做政治 第一 賴清德做什麼呢 團結台灣的大多數 就是今天他所做的事情 不是我完全我覺得做的政論 我會認同的事情 是不是 天天拿著這個中華民國 113年 混凝夢系的事情 其實告訴大家 這是一個手段 你依然堅持 你依然堅持 中華民國是代表中國的話 就是你代表中國正統 代表中國 你擁有秋海棠這個版圖的話 你永遠不用加入國際組織的 因為27500的決議就是聯合國大會 你講明了 中華人民共和國 是代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 將蔣介石代表驅逐 但沒有將中華民國驅逐 我上次講過 中華民國後來自己退 當然他自己要加入 但你加入的前提就是 就是說我不代表中國 那你不是口說的 你的憲法怎麼寫 這個就是問題 今時今日 這個最吊詭的情況就是 在這個地方 台灣要怎麼去拓展自己的國際空間呢 我覺得 真是唯一這條走的路 就是說一定要講 台澎金馬就是中華民國 就是今天賴清德在之前 9月1號接受雅琴看世界 所訪問的一件事 台灣就是中華民國 沒有台灣就是沒有中華民國 而中華民國就是台澎金馬 而這件事要修憲 所以他就說事實上 它叫proclamation 就說今天我們講的台澎金馬 就是我們的中華民國 我們這個國家和中華人民共和國 一邊一國互不低屬 這一點很重要 就不可以講到好像馬英九 一聽到這個互不低屬 馬上就像中國的槓桿上身那樣出事 這一點就是我覺得非常要重要注意的東西 而我看回整個相實的演說 有兩點都跟大家講的 第一 蔡英文和陳水扁的互動 就發覺到兩個人都是來 甚至都張開嘴巴唱國歌的 不黨所忠 就是這個不黨所忠 三民主義不黨所忠 所以這件事是一個突破 目的是什麼? 做一個叫最大公因素 我經常講的 中國國民黨 中國共產黨化 明白了 就變成了好像中國共產黨 台灣司部一樣 然後這個台灣的民進黨 就是中國國民黨化 就是回到以前國民黨的位置 拿回中華民國這個神主派 就是剛剛傑斯說的那件事 這件事的話 就是現在連陳水扁 這個蔡英文 都要去那個地方做這件事 所以這件事 第二件事就是什麼呢? 就是韓國瑜和賴清德的互動 韓國瑜打工作一 一直點頭 在那裡唱歌 然後在那裡說話 好像兩個有破兵、熔兵的跡象 事實上他們兩個有說話 韓國瑜是一個小丑樣的 整個這樣 這件事 大家都知道他搞什麼 但是問題就是 誰有格調的 大家不需要問我 但是賴清德和韓國瑜 你會發覺到他們有說話 有說話 我想就是第一 這件事大家認識的共識 就是藍綠都要拿著中華民國的神主牌 我看到很多的國民黨的立委和市議員 都認同的 不認同的那些 比如說 有些就會覺得 比如邵少康又說 你搞這些什麼鬼 祖國論搞什麼鬼 是不是多次一舉 比如說桃園市議員的領徒 領偷 領偷 說這些完全都是引起大家戰爭去激興中國的 是有一幫這樣的人 但是也有一幫人 基本上他們說幾個人 比如羅志強 就是在國民黨裡面 他都說 這次很感謝賴清德做這件事 很少有這樣的表現的人出來 做一個更有意思 國民黨有一個人 就叫做這個 我看一個人名字 國民黨的人就叫做謝龍介 謝龍介 謝龍介 罵馬英九 是啊 是啊 他是馬英九大力出身的 是啊 他也頂了馬英九 他說什麼呢 他說呢 中華民國台灣大家都罵 說台灣獨立你又罵 說中華民國台灣你又罵 現在只是說中華民國了 你都罵 他說不可以這樣 他說甚至提出祖國論都有問題 那將情感上拉近了 首先觀察不要再罵了 說很感動賴總統願意說出中華民國 願意回到中華民國這個家庭裏面來 我們個人就樂觀看 如果 如果 回到中華民國大家庭來 我們等一下會說 但是肯定 謝龍介 但是起碼都會覺得 喂 理性一點 持平一點 都做這件事 喂 今天就擺和解飯了 你今天如果有些人 就是起碼有這樣的認識的話 起碼有機會談得成 還有呢 今天你黨總預算 希望私自開大口 談一些事情 那些什麼事情可以談得到 所以就看回 究竟賴清德、卓明泰 和民進黨的執政黨 怎樣可以彎下身來 和國民黨談話 因為國民黨和民眾黨 在擋整個預算 而民眾黨現在呢 給阿北 就是阿柏文哲 是吧 那這件事就是 王國昌就繼續 好像劉曉波那樣 是的 你會看劉曉波 當然跟劉曉波完全 我就真的不是很想講 我就真的不是很想講 民眾黨那邊 那邊就簡直是垃圾小丑 我跟桑布當然知道了 不過我仍然想 其實真的講不完的 整个演说其实很丰富,但我也很想继续接下去说几点 第一就是,如果首先我想我和桑普,我都可以代表桑普说 我们不是天真到真的觉得赖清德已经被中华民国的历史鲜烈感动了 他现在就是一个中华民国的人了,不是,我们绝对当然不会这么天真了 但这个是一个见实的政治,就是这个我想赖清德是,无论赖清德 可能刚才你提过的,陈水扁和蔡英文,蔡国歌,连吴党所忠都唱了 我想民进党是走前一步,有共识,那个共识可能简单说就叫做四个字 就是借壳上市,不要搞,大哥,现在不用说真信还是假信 总之最现实现在就是这一刻 所以陈水扁和蔡英文才连吴党所忠都不会给 因为我最吸引眼球的一件事其实就是,还有最成功的一件事就是 1996年以来,去到今天已经有三个非国民党的人,民进党的人去做总统了 今天这个中华民国是一个脱胎换骨的中华民国来的嘛 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就是,呼应回乃清德说的 民主台湾和独裁中国是互不隶属的嘛 我们今天这边,这个中华民国已经不再是一个一党,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国家 我们这边是一个多党可以轮替的国家来的 你如果要谈统一,第二天也是,如果你要谈统一,行了 你够不够胆,回去一个可以有多党轮替的一个中国呢 未来有很多的问题会挑战,但是这个法理的方向一定会继续这样 这样去走下去的,你比如说,未来一定都要拆的局的 比如,喂大哥,美国不能ignore了美国,美国一直都在说 不能有一中一台,OK,那如果你说今天有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 和一个在台湾的中华民国,那算不算是一中一台呢? 这些要有互动的,就是未来都有很多挑战的 那这个就日后再看了,至于,还有一个我真的想说 你共产党走出来,你说1949年10月1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宣告成立 取代了中华民国政府成为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这个是你说的,大哥,现在呢,现在应该就全世界就告诉给共产党了 现在不是跟你说和平与武力,你根本是极权,是武力,不要紧要,我们就就着你 我们就你,我们不说和平,不说民主,不说东西 但是我们现在应该需要提醒共产党,喂,你不要打点不打点哦 原来在台湾那里,中华民国还存在的,我们现在好像一个新的发现那样哦 你是打就打完它了,大哥,应该由赖清德啦,再由全世界 站在台湾的那边,其实都要呼吁共产党,你是要打完它了 你看你打完,你就真是唯一的合法的政府了,但是现在你就打点不打点 那现在真是,现在那个中华民国真的还在这里哦 其实未来应该积极一点要提醒它哦,是啊,跟你说民主啊 说什么都已经是浪费了,OK,但是你就算说乖,你都说不通啊,现在 嗯,就是我们省大眼看一个事实,昨天我就是余某春就是由 就是美国以前的国家安全首席顾问余某春就来到台湾了 那这几天都是台湾,那星期一他都会有研讨会了 那我昨天就是整半天都是跟他在一起了 那所以他又有一个公开的活动了 那我也都有问他问题了 他在活动里面呢,台上讲了一句话 他说呢,就是你看台湾的地位不外乎三样东西而已 一,台湾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 那大家知道了,这是共产党的说法啦,不是我的说法啦 第二样东西就是说呢,台湾就是中华民国 就是整个秋开堂这么大,那这个地方就是大家知道就是中华民国派的看法啦 第三样东西呢,就是台湾就是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就是台盘金马,他就问大家,哪一样东西是最现实的? 就是我们不要省大眼,在那里讲一些梦话 不要讲一些自己想象的东西,第一样东西 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一秒钟,没有一分钟,占领过台湾金马任何地方 没有一秒钟,没有一分钟,没有一个钟占领过台湾金马任何地方 这个完全讲的是虚假的一个说法嘛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在这个地方讲到话吗?我们的命是不保嘛,是不是? 第二样东西,你说中华民国及于秋开堂,你进去吧,杰斯,你去东莞 这么久,你会不会觉得那些人是自己的中华民国人啊? 喂,你想一想一个很现实的,我们不要省大眼,经常讲法统、道统 哪个代表中国的政统,我们省大眼,看看当地的人 觉得自己是哪个国家的人嘛,你怎样说都好 中国的人始终会知道他们这些五星期,他们的国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嘛 同样的,台湾的人不会认为自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嘛 除非那些什么,感受中华那些而已,但是除非那些人之外不会嘛 所以我们就说希望大家不要理这些什么,现实去看一件事 2350万人在台澎金马这个地方,这个就叫做中国 这个很重要,这个很重要 2350万人的自决,就是一个合法的政府 在一个民主的社会,在一个民主的国家里面 是没有所谓叫做道统或者正统的 只有极权的世界才跟你讲,就是才会讲这些东西而已 所以其实刚刚我讲了很多东西,其实都是一个历史的铺垫 但是我们最重要的就是common sense 他经常都说了,做外交,他经常提醒一件事 他怎么帮特朗普,就是怎么帮蓬佩奥 因为他有一个first principle的decision 就是说有些东西,为什么特朗普当时很多外交人 叫你不要打电话给蔡英文 这个不被承认的政府,你怎么打给他呢 那蓬佩奥这个余某昌主要讲一点 他有一个合法的政府 而美国有一个合法的政府 合法的国家政府,合法的国家政府之间的领袖 为什么不可以聊天呢? 这个就突破了盲腸了 结果就是说,打破了所有的外交垃圾 基辛格主义的那些东西 直接就是他通过蓬佩奥 蓬佩奥,不是蓬佩奥,当时还没做国务卿的 做很多智囊的 to Trump,Trump就打电话给蔡英文,就是这样的 就是这件事就是这样去处理的 去到一个最常识的,最根本的问题 什么东西都迎刑而解的 我甚至会觉得 现在赖清德做的所有件事,我认为 就是进三步停一步 什么叫进三步停一步 其实我之前的节目都讲过了 9月1号,埃云条约论 台湾人民自决宣言,60周年 它说有些目标尚未达成,是不是台独呢? 入联呢? 第三,民主台湾,就是杰斯上次讲的 民主台湾和专制中国共同一帝 它祖国民的意思是什么呢? 中华人民共和国,绝对不可能成为 中华民国人民的祖国 很清楚了,113大于75 第二句话就是中华民国 可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75岁以上是中国共和国 但是我试试,赖清德其实没有退到一步的 有些台派人士觉得他退了一步 其实我觉得没有退 我每一句话加三个字在前面 你就明白为什么没有退到的 第一句话,在台湾 中华人民共和国 绝对不可能成为中华民国人民的祖国 就是说以前不是,现在不是,将来都不是 台湾就是台湾 你永远不用只要成为我们的祖国 第二句话,在中国 中华民国可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75岁以上是民众的祖国 意思是什么呢?在中国,没错 就是如果你说中华民国已经丢掉了大陆 丢掉了中国,那就是了 中华民国应该成为你的爹嘛,是不是? 那难道你认为我爹吗? 是黄娥吗?你不会这样的,是不是? 你敢认的,就是对的,是事实陈述 那如果真是中国这个中土 那你的祖国不应该成为中华民国呢? 以前你们拿着的抗拳 是不是中华民国的抗拳呢? 这个就是问题 好了,我就说,如果在台湾第一句 在中国第二句 就是一中一台 一边一国 两岸互不抵属 明白吗?就是有些东西 不需要白地说的嘛 那已经说完了给你知道了 他都说到很白啊 喂,你都不明白? 这是第一件事我要说的 第二件事我要说的是什么呢? 就是祖国这个问题 我听到祖国这个字呢 我觉得,哇 接着呢,我前段时间在淡江大学 那里有个演讲 又有个教授的演讲 我做了一些章子 我写了玛德琳祖国 然后我放生的时候越看越不对 好像写错字的 祖国是玛德琳 因为很多,譬如你看日经的新闻 我照抄嘛 祖国 祖国的英亦都是玛德琳 是 那我想问你,祖国是不是玛德琳呢? 我越想越不对 我想问是什么叫祖国 第一,你有些不同的 是不同的 我这三个概念跟大家讲一下 一就是顾国 李后主,南唐李后主说 顾国不肯回首越明珠 什么是顾国呢? 就是曾经生活过 深刻认同过 但是已经消亡的国家 就是顾国 顾国就是南唐李后主 他被赵康人灭了南唐 最后他做了人事送了去汴京 这个地方就是唐他的顾国了 OK? 第二个例子就是母国 母国就是妈妈 曾经生活过 孕育过自己 好像妈妈孕育过自己 但是现在已经不是 现在生活的国家 就好像香港就是母国 香港就是 这个客官 无论是顾国和母国 都是客官的描述 但是祖国很有趣的 全是主观的东西 就是换言之是自己相信 云形梦系 永恒归属的国度 它不是我们祖先的国度 是你自己认为自己永恒属于 好像你的 你的祖宗十八代 你觉得这个就是你的国家 这个就是有些人的大中华家 就是觉得自己永恒属于大中华 这个就是祖国 我就没有这种意识的 有些人就很强调这种意识的 所以就说一定是中华民族 中华民族云形梦系 这个就是我们的祖国 我就觉得这个是反祖现象 就是你捉住一种这样的想法来说 其实是你自己意识出来的 而不是真的事实的客观诚述 所以我觉得很多的文献里面 日本从来没有祖国这个概念的 很多其实中国有的这些这样的概念 其实都是错得很紧要的 就是这些祖国 他们利用这个祖国两个字 做个统战的工具 就是他们利用祖国这两个字 就说你们全部都是祖国意识 就是台湾人就用这种东西做 譬如阿吉拉就是个阿吉仔 就是一个台湾的一个 是阿吉仔 就是坐在轮椅里走不到路的了 那他就没有办法 接着他就要赚钱 他老婆也说要赚钱 他就去中国跑了一大堆钱 很坦白啊 祖国祖国 那你想想一下 就是以前很多啦 很多人都是黏着中国找食 五康人也好 我们上次讲过啦 这个赵小姐 这个赵安普一样啦 但是阿吉仔的老婆最坦白了嘛 他有出来说的就是 他说 我们真的因为没有一口好吃 没有东西搅拌 然后就抖音那里找我们搅拌 那我就不断这样讲祖国 他老婆说一句很棒 他说台湾是我的家来的 他说我只是希望一个地方 就是希望赵清德啦 因为他没什么 我想他的教育水平不是很高 那他说我希望赵清德可以 翌日帮着我手 不知道如何要找到总统 帮着我手 如果我们可以找到饭吃呢 那我祖国就在台湾的啦 就总之哪个 他的意思就是 哪裏有奶便是糧啊 哪裏有飯開 哪裏就是祖國 所以很複雜的時候中國人想這些東西 是非常難搞的 這些人這樣掩蓋也很麻煩 講回最後我想的概念是什麼呢? 就是中華民國和台灣本來是兩個不同的概念 大家平心而論 中華民國是否等於台灣 當然不是啦 中華民國是兩件事來的 中華民國是一個政權概念 他是1945年之後在台灣行使事實上的統治權 然後1996年開始State Building做國家建構 但是他變成在中國人的國族前提之下 做國家建構始終是一個很壞的情況 但是現在不就是借學上市 台灣借學上市 所以現在有些人就覺得先各自爭議 借學上市 就是擺個大字 各自爭議 借學上市 是的 這本書叫借學上市 就是在講很多看到獎項時代 兩獎時代 李登輝都是在講這件事情 那這種做法畢竟是將兩人硬扭在一起 畢竟是需要分輕重優勢 賴清德開始講台灣就是重點 沒有台灣 沒有中華民國 這個第一點 第二點就是說 之後要轉化的 賴清德叫進三步 停一步 OK 會不會再繼續進下去呢? Let's see 我會覺得會的 他看了國際形勢的變化 特朗普會不會當選做美國總統 余茂春、蓬佩奧、蓬佩奧做國防部長 余茂春會做幕僚 之後會繼續做這些有關的建設 我剛剛講了 余茂春不是鼓吹說台灣要證明 就是叫做台灣共和國 他不是鼓吹你用的 余茂春就在講中華民國就是台銀金嘛 這個就是美國支持的 你美國支持 日本支持 全世界國家支持 他們的一中政策就可以代表加上一台的承認 這件事是基本的 他們的框架 而這樣的話 就是說有中華民國 轉為台灣的這個決心和睿智 審時度勢去做 還有最重要你要專做台灣 有沒有民意支持呢? 首先 昨天我們問了一個問題 我問了什麼問題 當眾問的 如果有一天 有過半的民意支持 台灣由中華民國轉為台灣共和國 那這件事如果我們都宣佈了做這件事 那我想請問美國會不會支持呢? 余茂春就說 他意思就是會 我們只是支持三個原則而已 美國對台政策 一 基本上台灣 美國從沒有說過台灣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 第二 兩岸人民要怎樣處理這件事 不要用武力暴力的手法處理 和平解決 第三件事就是說 任何兩岸的resolution 要尊重兩岸人民各自的共同決定 如果有一方的人決定NO 就NO OK 當然要尊重台灣2350萬人的決定 他沒有說一定要這樣做決定 希望尊重2350萬人的決定 他的意思就是說 中國人怎麼看台灣的獨立 是中國他自己的問題 他會切斷這一點 就是說 今天如果台灣有2300萬人 他們大部分通過民主的選舉 一個機制 決定了轉變國號的話 他會答應的 我就說這一點 很多人聽到之後很開心 我會覺得這一點是大家的努力方向 但是現在你說有沒有這樣的現狀呢?沒有 就是說現在台灣是不是那些人是覺醒了? 好了 要向這個方向轉變呢?沒有 會不會呢? Let's see 你說它會不會 當然這個假設性問題 這個不是這個現實的問題 但是這個會有可能出現 那我就說民意有支持 脫衷入世是正常國家的自為關鍵 國際局勢是信息萬變的 而且關鍵時刻稍重即逝 如果特朗普能夠當選 我想的情況就不會好像 Harris你看到最近他們的接受 這個60 Minutes CBS的節目的訪問 都是重返戰略模糊 他不肯回答假設問題 不能夠回答中國打台灣 美國會不會協防台灣 只是不斷講一些黨白鼓 我就是看法 看回就是說 這個考驗著台灣人 不只是台灣執政者 台灣人本身的民意 如果沒有這個東風 那是真的做不到事情的 而他也不可能做到什麼事情的 他會維持這種論述一段時間 然後希望走多幾步 讓他爭取民意 你講到這裏 你講到這裏我真的很想看 我也有看 看Harris那個 即繼續是戰略模糊 這個其實簡直是 完全是不合時宜的 我看著Harris的訪問的時候 講到這裏 其實我已經在想賴清德 我會用四個字去形容最近的賴清德 其實他真的有 我真的欣賞他 我一直當選的時候 我都說他最差的一件事 就是沒有政治魅力 但是他是一個很沉實 很有 他是很頭腦清醒 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今天不是亂挑戰共產黨的 我想他算過 他盤算過一些東西的就是 民工無手 我會用四個字 我會喜歡他的就是 最近其實他是很aggressive 有520他上台 剛才我們都數過很多次 他不斷地強化中華民國的論述 逐步逐步地來 你看到他是有部署來的 有些人還相信依賴派的 就說喂你必須問過 你老闆美國佬啊 這樣 那我想如果你問我 我自己的估計就是 喂他根本都不需要問 你那邊選舉你的事 但是他有適當 起碼賴清德看到的東西就是 目前台灣是在世界那裡 是有很多優勢在那裡的 晶片不可以沒有台灣 AI不可以沒有台灣 最近歐盟都派隊來就是 喂6G啦 我們正在來6G啦 30個台灣廠商 喂全部加入來我們 喂大哥當年5G的時候就是找大陸的嘛 喂大哥今天我們不能找 大家都明白了 不用解釋啦 喂今天6G怎可以沒有台灣粉啊 喂我想數不完啊 其實他這份演說度我們說了整個小時 我們都還沒涉及到他講民生 講經濟啊那些那些那裡 但是我想 我想賴清德很聰明的 他看到的就是 我善用現在台灣的優勢 我盡量去再爭取擴大台灣的空間 所以才引伸了這個中華民國的 這個強化這個論述 什麼叫民工沒有手呢 就是我自己想的這個就是 在民...沒有我就一定不能跟你打啊 或者甚至我在美國佬的限制之下 我都不可能跟你打啊 那我最...武力我最多就跟你防守 但是民工我一定要奪取回那個話語權啦 真話我就必定要跟你講啦 我要攤出來跟你講得清清楚楚 這個是賴清德的態度 你真是想回蔡英文啦 蔡英文是不會做這些東西的 蔡英文只會做些東西是 搏一下掌聲啊 他很計算的 他面那一陣子做了 總之是靚靚靚仔仔就可以了 他不會做醜人啦 但是賴清德這次真的不是跟你講笑 所以我會用民工武手去形容啦 那我覺得我很欣賞最近這種這樣的策略啊 主動性 喂大哥現在不是等你賣你啊 我先動你啊 不過我不是用武力用拳頭去動你 我就是用道理去動你啊 所以繼續那個法理台灣是相當之重要的 告訴你講極都沒講完啊 講極都講不完啊 有時間講啊 就是再在蔡海神州我們有時間可以再講這些歷史啊 所有事情 共產黨沒有 我想再講多一句給你說 說多一句對不起 告訴你我真的要跟你 就是你共產黨你無寧 走出來回應 中國外交部 你說台灣從來就不是一個國家 也絕不能成為一個國家 你讀一下書先啊 撐你的肺 喂 在這個世界上如果你尊重國際法 你走進去的社會 告訴你我跟你講的無寧 中國人你讀一下書啊 歷史上從來沒有一個國家是千秋萬世 自古以來 固定是一個國家就是一個國家 是一個民族統治的國家就是那個國家 如果你這種立論是成立的話 喂 那我們還要講烏克蘭啊 還要講歐洲過往的五十年都沒夠啊 有些國家就是四十幾歲啊 大哥 有些是我啊 我身平見著他出生的國家 台灣為什麼不可以一個國家 我現在問你啊 台灣為什麼不可以一個國家 喂大哥 中國啊 我告訴你無寧聽啊 中國都可以不是共產黨統治的 歷史也告訴你啊 有哪個朝代是千秋萬世啊 你和你的主子 習近平說真的萬歲萬歲萬萬歲 就真的萬歲萬歲萬萬歲嗎 沒有 你不要傻了 講完我就交給蘇普 是啊 沒錯 這個是同意很同意 我自己這樣看 我很少做政論節目就會覺得 喂 這個人講的話 不是很適合我河車 他有些事情視而可以相抗 但我覺得我要為他保障 我很少這樣 但是這一篇的演說給我 有這樣的感覺 怎麼這麼說呢 我做政論 我做什麼都清心直說 大家知道呢 我是比較傾向台派的論述的 OK 那現在他說的話 當然不適合我河車 就是你只是 take the words literally 就是看他表面的說法 不是中華民國啊 在這個地方那裡 到現在拿著這個神主牌啊 那這件事怎麼能夠 不是他真心話來的 這個就是重點啊 重點就是說呢 我剛剛都分析過幾個框架 他進可攻退可守的 在中國坐台灣 跟著講回他的想法 我怎麼知道賴清德從政的主要目標 就是令台灣的國家正常化 做事就好像李登輝一樣 甚至你看到很多的人 都是進幾步 退一步 現在他進幾步 停一步 我會認為他的做法就是 令我鼓掌為什麼呢 他現在最重要關鍵的 言微之急處理的現在的問題 就是三黨不過半黨總預算 過房一元都沒有 那我問你 如果你不解這個鎖 你不低頭 你不這樣笑面認人 你不怎樣去迎合大部分的主流的民意 甚至國民黨的民意 我問你了 你怎麼做總統 這個就是政治 你搬出幾個字 你搬出幾個字 你搬出幾個字就會說 團結台灣 有些事情你要做幾件事 好像製造一些矛盾 最重要團結一下 就是你使人家更加對你有信心 不可以將這些人越趕越走的嘛 就是你今天做政治 和我做政黨不同 我做政黨我不在乎 你看不看我的 我講真的 我只是講過自己清心直說的東西 但是你做政治的話 一定要團結大多數 否則你根本上沒有任何政治空間 你根本連位都選不到 四年之後連位都沒有了 就是你連揮灑的空間都沒有 你的理想要往前面去看 但是不要忘記你的初心 逐步將自己的實力增強 而賴清是在做這件事 所以這件事我覺得 我是為它鼓掌 也希望它加油 也對它有信心的 第二件事就是說 台灣人經常被很多香港人笑 你台灣人都不會保衛自己 說這麼多都沒有用 最新的民意調查顯示 這個民意調查有幾個公信力的 究竟呢 武力 中共 這個是國防部 今天公佈的民意調查 台灣國防部說 如果中國共產黨武力犯台 願意保護台灣的有多少人 基本上呢 我們看回國路的人馬 民進黨的支持者 86%說願意 12%說不願意 國民黨的支持者 57%願意 36.8%不願意 民眾黨的支持者 55%願意 38.6%不願意 中立的群眾 三黨都不喜歡的 62%願意 26%不願意 那我問你 這麼多人過半數願意 全部過半數 你差不多這個數字 等於泛民 本土派以前的 在香港的數字 那你都不能夠代表香港 就是這樣啊 支持民建聯那些 都有五成多的人說 會跟你死過啊 那你說怕不怕啊 你看這一疊 所以這個意思就是什麼呢 就是告訴大家 你不要把國民黨完全把它視為 這個難度 是難度 我不會否認這個難度 但是它的支持者 你不要把它撥出去嘛 它57%願意保護台灣的 說真的啊 如果你說 香港 原先民建聯的支持者 當共產黨要接收香港的時候 誰要抵抗共產黨的 又說57%民建聯的支持者 願意啊 你都沒有了 是不是啊 所以說 國民黨在這個地方 它們的支持的基礎 其實它的心態 是和這個政黨本身的表現 是不相符的 所以 很多情況 就是怕民進黨 所造成的結果 或者它們本身 有人向你拜託我 哪個地方勢力的 於是要投你票 有 但是你不要把這些人撥出去 很多年輕的人 是願意抵抗 就算你的小草 55%的人願意抵抗台灣 我問你了 你想怎樣呢 那你說是不是有人不願意 當然 剛剛講的數字 知道有人不願意 但是你講真的 大部分的人願意抵抗台灣 That's good 那你有沒有有人做鬼 還是另一件事 但是這麼多人 去做抵抗台灣 願意防衛台灣 我們用不著這麼害怕 人民才是最 這個公民 這個國民 它們的意願才是最重要的 這麼強大的龐大的力量 你很多人就說 在香港經常說 台灣這些人聽的士司機說 沒有人去台灣 一台灣來的時候 就馬上去買飛機票走 我就說有 我想跟你講這些不願意的人 幾百分之就告訴你 你要再做一個民意調查 美國做過一次的 有些台灣自己的民意調查做過 類似的結果 這個不是單一的結果 所以我就說 很多人你要看回整個局勢 不要經常被共產黨的認知作戰 就說台灣人沒有什麼用的 一旦中國打過來 一定是雞飛狗走的 我覺得剛剛這個調查結果 告訴你 No 這個就是我要講的 我們真的要多點提一下對岸的共產黨 首先剛剛講的會不會打 如果打過來 沒錯 問題真的問得很好 是如果打過來 但是真的會不會打過來 我們要多點提一下共產黨 你說那些什麼合法的政權 你真的還有少少手尾 麻煩你倒過來 早點打吧 就不要整天在那裡 什麼那些名字 那些名字就威慢了 什麼聯合利劍 2024B 那些 哇 又是 現在你擾台 擾到大家都沒有反應 這個是第一點我想提 就是大家以後多點提共產黨 你是打就快點打 第二點呢 我覺得這個民調 應該是給馬匪總統這些支流的人 多點看看 當你說 昨天說 賴清德不配做中華民國總統 你說因為他是一個麻煩製造者 OK 那我就想告訴你 你聽馬匪總統 馬匪總統 配不配做中華民國總統呢 就不是你說的 是二千三百五十萬人去選出來的 那如果你說今天賴清德是一個麻煩製造者 那台灣人就已經給了答案你了 馬英九 就是他們寧願要一個麻煩製造者 他們都不想要一個投降主義者 說完了 你馬英九 也都要多點提馬英九 在台灣的人 好像桑寶這些 麻煩撞到他就跟他說 你早點移民回去 你的祖國 就說了 頂你 你留在台灣做什麼呢 是不是 台灣其實滾回去 滾回去 這個重要 滾回去 就好像很多人 陳雪生說 中國是我的祖國也不為國 高金蘇維說 我們習近平 優毅說 留在台灣為祖國統一繼續奮鬥 還沒死 這些人還沒死 我就說了 這些人真的死有緣故 今天這些人就是台奸 我不是說所有國民黨的人 我也都認識一些支持國民黨的人 我也都不會把所有人標籤為台奸 但我就說就是這些人 搞到烏煙瘴氣 而事實上 賴清德做的事情就是什麼呢 團結國民黨的支持者 那些願意Defend台灣的人 願意在一起 這個重要 民意調查的時候 很多人讚他 即席有很多民意調查 這次的國慶演說 實相實演說 口碑很好啊 這個演說大家讚他 這件事不是代表我都讚了一份 就是我剛剛講的 我覺得他是有一個策略 但我會覺得 賴清德做這件事 我給他一個手指弓 他能夠在政治人物裡面 團結了這麼大的台灣 這個就是我覺得 一美國樂見 二就是我台灣也樂見 這個本土政權是很脆弱的 三檔不過半 一個很弱勢的總統 但是他操縱著行政上 很多部門的東西 依然能夠施政 在這個情況下 我會認為他拿到民意的支持 是對未來非常重要的 你想想以前李登輝 做事都是神龍見獸不見美 突然之間彈一句出來 進兩步退一步 摸摸這個賀白川的頭 摸摸李煥的頭 慢慢慢慢進 將他弄走 這些就是他的做事方式 我想賴清德有沒有做到李登輝這麼低 我又覺得他很厲害 目前做了五個月的總統 我就對他的表現是相當之滿意 我的預期其實都會是這樣 他是一個默默奸雲 默默去做事的人 可能做了些事情 大家都未必知道的 他是民進黨三任總統 我認為做到今天做得最好的一個 他好過陳水扁 好過蔡英文 他走的一條路 我覺得很多事情 有什麼 機智 不是機心 是機智 有機智 有機智 兼務實 是的 這個暫時我們看到的 我知道他在做這件事為了什麼 你也很難猜到他下一步做些什麼 這個很重要 做領導人 好像周星馳經常說 拍戲不要經常被人猜到一樣 就是你做領導人 經常被人猜到你下一步做什麼 拜匪這些 拜登這些 你還未開口 我知道你講什麼 這些 我會覺得很無謂的 你這樣做 你做不到江湖大哥的 是的 你做世界上的政治人物 你跟共產黨鬥 你要被人猜不到 不確定 你要有一個很決定的決定要怎麼做 然後你可以如水作戰 進兩步退一步 這個我想就是他現在很懂得做的事情 而我也希望 共產黨一早就知道會頭痛的了 所以不是散油的燈來的 希望繼續 就是我覺得是精彩的 就是我也都覺得 我自己覺得就是 我終於都看到有人會帶頭出來 去用道理去說服這個世界 這個中華民國的合法性等等 這些我覺得是一個好事來的 就是帶出大家去討論 就是例如2758號決議民幾十年 這個不是巧合突然間失驚無神走出來的 一定是有些部署的 不過我們見不到 所以接下來我想還有很多 意想不到的事情 可能是會繼續發生 台灣將會越來越精彩 我覺得 我們需不需要休息一會 這次很長了 很長 OK 我們休息一會 我們第二節就是儀式去到傑斯頻道 好 好 那休息一會 OK parte 大家 我們 слуш手 一個集合 好 groups 謝謝 你們 我們